颈椎压迫神经怎么治疗最好 如问医生特药专家 炎亮 西天室国会医院 骨科蜕变与肿瘤病区 副主任医师 颈椎病随着它这个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当中 当它压迫到颈髓或者神经根的时候 会产生相应的临床症状 这也是往往是患者来门诊就诊最主要的原因 对于出现神经压迫呢 我们治疗的最终目的是要解除它的神经的压迫 在解除神经压迫的过程当中呢 可以采取两条途径 第一条呢 就是通过药物治疗的措施 来达到它减轻神经压迫的作用 比如说我们可以应用一些减轻神经刺激的药物 包含我们的草木吸流金叶片 它可以使神经水肿 使肿胀的神经的体积缩小 减轻对周围键盘组织或者韧带组织对它的刺激或者压迫 第二类呢 我们可以应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 包含我们的甲骨胺 使得虽然受到压迫了神经 但是可以通过应用神经营养药物 使得它局部的神经的血供营养成分得到改善 也可以起到缓解的作用 第二条途径呢 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物理治疗的办法 来达到解除神经压迫的作用 临床上最常用的是通过牵引的作用 它的目的呢 或者它的方法就是通过颈向部的牵引 使得椎间盘的局部的压力的减轻 椎间盘依靠它的弹性 局部的回缩 减轻对神经的刺激或者压迫 达到治疗的效果